246 太陽報 渣打整頓細丁酒副總裁 2015年7月22日 財經B04渣打集團02888 行政總裁溫托斯Bell-Winters 重覽大權 英媒形容證取托斯風暴 副行政總裁李逆施Nigris 變相被削權 外界料理開指示時間問題 李昂重新沽受評級溫托斯上場後積極整頓業務架構 旨在削減集團運作成本 中信李昂報告指 渣打日前公布的人事變動屬於期之內 料未來一至兩年渣打管理曾或再有新變動 報告指渣打走出改革的第一步 為認為渣打未來幾年的經營環境仍挑戰重重 故重新沽受評級 目標價104元 一二年渣打就伊朗問題交易一事被判罰款 紐約州金融服務署 現證就環球諮詢公司Premontori進行調查 已了解該公司是否受壓於渣打 修改交易金融機構的報告 積極整頓業務的不止渣打 史傳來00005出售巴西業務將近城市 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 巴西第二大銀行Banko Bradesco S.A. 週一 二十日 與尼就收購巴西業務進行獨家商討 約尼接受有關條款 交易可望於本月底公布 據了解 交易作價37.5億美元 市帳率1.2倍 間民視頻把全球貢獻 微行不止渣打 及此在集中 10.6億美元 竟然是瞬間 我甚至目為 提供 允潔 允潔 允潔